共産 子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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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 共産 大学25年的教学经验 看到子虞这样的年轻人 我可以跟各位说一句肯定的话 他绝对能够做到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非常热忱替大家服务 最后一天就会做到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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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陈子虞 那我这一次是要来参选 有个去永福里的里长参选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开始其实想了一段时间 我从今年初的时候就有稍微在想 想说这次要不要出来参选人 那契机的话 第一次接入选组 是我妈妈那一次2018年的时候 投入永福里的里长领 这一个选战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 有被永福里的这些支持者感动到 那也是就是觉得说 永福里还比得更好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契机 主要是来自我的父亲 那他是谢震的那个 邪恶里的里长 那主要就是觉得说 他在服务 服务这些里面的过程中 他在这个舞台上是发光发露 那主要帮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也想要凭我自己一己之力 去为这个地方 让这个地方比得更好 我主要是针对永福里 治安跟交通的部分 想要去就是 让它变得更好 那主要就是对于说 因为我们临近永福桥 那这边上下班尖中时段的 车流量都非常的多 那像我们 例如我们 符合路的五十七向 那边是进行走转的道路台 那只要有 上下班那种尖中时段的话 大家从台北市回来 那就是会把车流量推到 像符合路七十七向那样 永福里的巷弄 是大幅 算是站路纯大幅 都是巷弄 有的巷弄的话 它套支标志不清 所以 有时候它那个车速 大家骑过去巷弄的时候 可能就 它会注意到 那就导致很多车祸停船 在带跳的这个过程 那我有遇到一个 导奶奶 那他跟我说 他其实主要是跟我说 他永福里以前 大概长什么样子 就是 好像没有出生的时候 永和国中 他之前夜间部 会有一些人的社会人士 过来救你 那就是 告诉我说 这边可以 可以做的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那他希望年轻人来做得好 那希望就是 我可以跟永福里 擦出一些火花 让永福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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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